相較於上個星期的好天氣 8號開始受東北季風影響 東半部天氣轉涼了 伴隨局部鎮雨 尤其小年夜10號開始封面接近 降雨機會會增加 除夕11號會有較大雨勢 要打掃還有返鄉民眾要趕快做好準備 8日9日開始受東北季風增強影響 天氣轉涼 東半部地區降雨機率增加 10日週三小年夜 台灣附近有一道封面逐漸形成 天氣將明顯不穩定 各地都有機會出現正雨或雷雨發生的機率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封面 大概從9號開始 就會慢慢移過來影響到我們 所以基本上9號還是上班天 到10號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這整個封面 大概就會移到台灣的西南邊 然後會沿著台灣的南部 跨過來到台灣的東邊這邊 所以基本上10號開始放假 如果各位觀眾開始要去移動 或者是回家或是出去玩的時候 10號可能是一天比較劇烈風天氣影響的時候 下的雨會比較大 所以那天如果要出門 可能就行車 可能還要注意一下 然後在10號11號過去以後 大概東花蓮這邊 天氣就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還是受到東北風或是東風的影響 所以在花蓮這地方都是還是有一些雨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雨量基本上並不是太多的一個情形 所以一直持續到14號15號 甚至到16號大概整個過年這段期間 在花蓮這個地方天氣大概都不是很好 如果在年假這期間要出門 所以可能你就要帶一些雨具 然後衣服要穿比較薄一點的外套 或是加一件外套 出門會比較好一點點 11日週四除夕 封面逐漸離開 但隨後東北季風再增強 12日、13日週五、週六 東半部地區仍有降雨機會 到大年初三的週日 花東仍受東北季風影響 有鎮雨的發生 有計畫安排出遊的民眾 記得攜帶雨具 留意日夜溫差變化 記者長邦彥 華蓮詩報導 好看喔